所以說 英國貴 欸 好久沒見 最近怎樣 今天天氣跟平常一樣 嗯 超級好的 就算天氣那麼好 著急不到 我超級興奮的心情 欸 今天我們做一個很重大很重大的 topic 所有人類 生物 小東西 大怪物 基本上男女都很喜歡做的興趣就是 吃 但是吃之前呢 最重要的是要煮 但是煮之前呢 還要什麼 要買 買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step 你沒有可能一個留學生 每一天都是出去吃一樣的東西 有時候你也想煮最喜歡最喜歡的食物 所以今天我們就是說 買 要買吃的東西 當然是去 super market 啊 所以英國我們今天就是介紹 四個主要的 super market Tesco, Shakespeare, Morrison, Lido 說到 grocery shopping 有兩種人 有一種人就是覺得 我要快 方便就好 不需要那麼多 買完回去 煮 吃完 就是那麼簡單 第二個就是 想秀 有一些人覺得呢 一邊推車 看看不一樣的東西 最近有什麼便宜 他們就很喜歡的一些過程 所以就慢慢享秀 很快樂的 grocery shopping 但是這兩種人 我相信 如果是學生或者是不一樣的人 就會看同一個重點是 Course 便宜 買東西 就是便宜啊 那個人不喜歡買又便宜 又好的東西呢 所以我們這一次就去不一樣的 super market 看一看找 最便宜最便宜 又可以煮到自己想吃的方法吧 我們第一個就去 Sansbury 剛剛好我家附近回去的時候 就有一個Sansbury 常常看到Sansbury 在哪裡都有 因為它是比較多 簡單來說就是 以涼取勝 以涼取勝 所以很容易很方便 家附近就可以找到一家Sansbury 然後就可以買東西 如果你很想買一些大餐啊 買很多很多東西的話 我就建議不要去Sansbury了 因為它太小 然後那個Sansbury 我覺得還可以 就是這間 黃色的 黃色就是這間 橘色的 Sansbury Sansbury 就是比較小 就是平常你需要的東西都有 但是 大家都沒有很多元 就是一樣那些 好醜 所有東西都有 然後現在就是找雞肉 其實說牛奶呢 在英國 所有地方都是差不多價錢的 因為水泡 你會買雞肉嗎 雞肉 雞肉 對 好像剛剛看這樣 平常買雞的話 有很多選擇 買一個很大的 portion 但是它只有那個小小的 portion 多少價錢 剛剛看到是2.55 我們現在就去 Tesco 看一看Tesco 又有什麼吧 說到Vlog 這個Tesco 也是回家的路上 Vlog就是旁邊 簡單 容易 生活就是生活嘛 說到Tesco 它有三種 一種就是Tesco Extra 第二種是Tesco Metro 第三個就是這個 Tesco Express 所以Tesco Express 跟Sansbury差不多 哪裡都可以看得見 然後很容易進去就可以買 Metro 顧名示意 通常也是在String Station 跟那些Subway Station 可以找到 Tesco Extra 我們這次不會去到 因為Tesco Extra 不是常常找到 所以我們這次就來到 Tesco Express 因為大家都有 看看Brookley 會不會便宜一點 是比Sansbury比較貴 第二個就是找雞 這個也是有一些 比較大份的 喔 這個是小份 很隨心的種 Supermarket 就是Supermarket 要的東西都有 就是這樣 樓都不知道 在這裡 就是隨便 走走 啊 對耶 知道Supermarket很多 也有它自己的Bakery 早上我以前都是吃 這些Fresh Bread 對耶 Tesco有一個不一樣就是 它有Asian Product 為它來 找到蘑菇了 就是在這裡 大概Sansbury也有了 就是這些小蘑菇 Tesco最重要 跟Sansbury有分別的 就是它有一些Asian的food 午餐肉 在Sansbury是找不到的 Christmas之前 找一個Parking 有多拿了 平常都直接進來就是了 第三個就是Morrison Morrison 通常它也有自己的Parking 直接開進去 可以Park兩個小時 你不要打算 用Park這裡 然後去Shopping 然後它就會要你付錢 為什麼它會有自己的Parking呢 因為它的Strategy跟 它的Strategy跟Sansbury 跟Tesco是不一樣 它是難找到 但是它是超級大的 它主要的Strategy 就是要有那個Quality Product 然後有那個Virality 多元化 給你選擇 我跟Anne Wil平常都是來Morrison 進來忘了拿車子 在英國買東西的時候 通常也要用一半在這裡 有時候人家覺得 在英國所有東西很貴 其實也可以吃得很便宜啊 要選 貴貴的大白菜 這個 1.2磅 還是要選 Iceberg 16P 最重要是看你怎麼選 然後可以買Banana 是1.38磅 啊 這個 我平常都是在Lidl買的 但是我現在給你們看一看 這個Franfurtis 這個是超級好吃 這是你平常炒飯 你平常煮麵 直接加一個 切切切切切切切 然後又可以有一點肉 又好吃 說到聖誕節 肯定會有不一樣的聚會 聚會通常在家裡 不是出去pop的那些 買走最方便的地方 這是Morrison 我會說 我們之後不看到它出現 說到Morrison Quality important 有一個就是 我很喜歡喝這個牛奶 它不是最便宜的牛奶 但是它真的很好喝 我通常買東西也是去Lidl買的 等一下我會介紹 但是這個牛奶Lidl沒有 只有Morrison有 啊之後就要買果汁 說到最便宜最便宜 英國最便宜可以吃到的東西 這是Spaghetti 怎樣的Evil Spaghetti 20p 所以說英國貴 嗯 我就會配這些 Instant sauce 我以前德國的好朋友 很喜歡吃這個Pasto 很喜歡吃這個 但是我不喜歡吃 好了買這個 S'mores 自己的Bread 因為我吃不到 有什麼大的味道 不一樣 所以買了這個Pasto 85past 怎樣 85past 加20past 加一個 Let's say Sausage 可以吃 5次的Sausage 就一瓣 兩瓣 兩瓣可以吃5次 但是沒有很健康 加一個50past 吃一個菜 也是可以很健康的 吃很多頓 不是一頓喔 兩瓣50 那Mousse 你不用調味喔 Salt and pepper 我最喜歡Salt and pepper 我最喜歡Salt and pepper 是90past 雞蛋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是 你有看那個Morning routine 就知道我早上是有吃雞蛋的 買雞蛋這部很重要 你不要買這些 一瓣 只有六個 是買這個 1.5瓣 18個 吃到爆的雞蛋 有Lidl之前 我從來就是來Morning routine 買 如果你去Tesco 去Sanfury的話 是找不到這些 很多很多雞蛋 有一些人覺得是方便 買六顆 但是我就不想 不如一半買六顆 一次過買飯在家裡 雞蛋不會壞啊 然後又便宜 真的大型的 不是吧 也會要賣這些很多的 CD Entertainment的東西 還有Decoration Christmas It's Christmas Man 所以不是只是 grocery shopping 很多其他 Christmas Medicine 買藥的話 在Supermarket Morrison這些都有 有些人 喜歡Party 就是吃東西嘛 然後可以選這些 兩半五十 英國的Supermarket 跟香港 有一些不一樣 我不像香港已經發展到 有這些 有那些 自己self-check-all 自己scan那個 Dude 然後直接付錢 不需要有那些cash 幫你付錢 幫你什麼什麼的 全部都是全資助 還有 英國的Supermarket 是有花賣的 這是如果很Romantic的人 就可以在這裡 很簡單買花 最快最快的 嗯 我 沒有在這裡買過 就好像我剛剛說的一樣 Morrison 很多人 很多人 然後他有Quarantine 平常我都是 去Morrison這裡 買我需要的東西 都不去Tesco 跟Sansbury 但是我現在 因為Lidl開之後 有一點分別 我已經變了 我的原 customer loyalty 已經沒有了 喔 因為對面 好像我這樣走 這邊 就是Lidl Lidl 那個scale 是跟Morrison差不多 通常也不是 常常隨便就看到 它都是很大型的 然後有car parking 這裡 有car parking的地方 但是他的strategy 跟Morrison 是完全不一樣 Morrison是 variety quality 有那些Lauty card Morrison to go Morrison 但是在Lidl 他沒有那些Membership card 他打的 就是low cost 便宜便宜 便宜 一Pass 差多少 很多啊 Sorry Grammar 便宜一Penny 20Pass 但是 老實說 全部都是一樣 所以我就馬 再去 又省了20Pass 嗯 慢慢省慢慢省 然後在這個 我很喜歡 我Franfurter Road 你們看了沒有 因為 這裡有一個Franfurters Franfur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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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815 815 這裡 走路一分鐘不夠 就可以省了20Pass 比剛剛那個 在Morrison買 更便宜 怎麼辦 然後就是買雞肉 這裡有一個不一樣就是 有這些 Chip Lidl Pizza 1.79 兩個 兩個喔 Party 很棒 然後Lidl 沒有Morrison那麼大 但是他也有這些 完全不知道是什麼的 完全沒有關係的 GillyGuru的 啊 終於找到X 就是好像我剛剛Morrison 1.43是買18克 我現在做一些好像是Housewife做的事 但是 沒辦法啊 就是怎樣 樓學生 我平常都是算這些的 0.073一顆 上面這個 0.85 算不算還有 85 10顆 0.085 那邊是1.43 18克 算起來就是0.079 我不是新算 剛剛拍這個之前已經算了 所以我都是在這裡買 Scotish eggs Large 是大顆的 所以這些大顆的話 可以一個 抵兩個 是這樣說嗎 一個抵兩個 就是差不多一個等於兩個 這個 這個就是 Self Checkout 有時候麻煩的 他常常有一些 Systematic Problem 所以要等 原本打算放在這裡 然後就可以拍那個結尾 然後發現 不行不行不行 因為太暗了 現在都已經 4點鐘 4點鐘耶 已經是這個天了 今天的影片 所以就到這裡 嗯 今天我們介紹的 4個Supermarket Tesco跟Sansbury 主要都是很多店 但是它的 產品沒有那麼多 平常很快 很容易 就是走進去 買完出來 英國的Supermarket 跟香港不一樣 香港常常都是 Convenient Store 重要一間是你左間 但是在英國 Convenient Store 其實真的不多 老實說 可能Tesco 跟Sansbury 比那些Convenient Store 更多耶 所以方便 就是Tesco 跟Sansbury 然後如果你要 享受 那個Goal City Shopping的話 就是看那個Morrison 和Lidl Morrison的話 會更享受 因為它是更大 然後它那個 產品有很多很多 然後它也有 Low T卡 你就很爽 就是那個卡 然後有時候 它會給你 5 pound voucher 所以就可以 免費5 pound 但是我最個人推薦 我還是喜歡Lidl Morrison Morrison 是你要買一些 真的買不到 Lidl買不到的東西 我就去Morrison買 因為Lidl 它那個 真的很便宜 它連那個雞肉 剛剛我們看 雞肉買菜 買Mushroom 世界裡面 最便宜都是Lidl 英國其實說 貴不貴 比香港 比台灣 比亞洲 哪裡 都是貴很多 但是不是貴到 根本不可以 apport 最重要是 你會怎樣買 你會怎樣煮 好像你買 spaghetti 20 pounds 再買一個sauce 然後買sauce 買lactice 買菜 就是也可以 不錯健康 啊 subscribe button smash it 好了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裡 所以我們下一個影片 啊 不是不是 明天見 我上次 我收拾一下 明天見 8件 唉 七十一 七十11 全製作 全 ness一